一歲半 他今天沒在哭 媽媽著急往車內查看 一歲小兒子被反鎖在裡面 他急著都要哭出來了 最後決定破窗救援 下方隊員持破壞機具 猛力敲破離男童最遠的車窗 小心將幼童抱出來 小男童意外受到驚嚇 脫困後放聲大哭 媽媽趕緊報警處理 還好事後男童的身體沒有大礙 事發在台中 當時媽媽在停車場準備外出 先將兒子放置在後座的安全座椅 沒想到關車門要回駕駛座 不過幾秒的時間 意外誤觸車門上鎖感應區 再加上車鑰匙放在車內 導致男童被反鎖在裡面 媽媽心急如焚 開鎖的師父事實上是 沒有失足的把握 這位婦人就非常的緊張 過省慎的一個評估 在左前駕駛座這個車窗 採取急迫的一個方式 媽媽帶兒子原本要出門 沒想到意外反鎖車門 加上車內空氣不流通 男童因為悶熱 漸漸冒汗大哭 還好消防迅速破創救援 須禁一場 只有韓志欣先生 台中採訪我道